郭靖和黄蓉育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郭福长得漂亮 但是性格嚣张保护 甚至还砍了杨过一只手 即使这样依旧有人喜爱 最后获得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小女儿郭香 郭伯开朗 为人不拘小结 又爱行侠战役 可以说是女中豪杰 性格比姐姐不知好多少 可她最后却没有成亲 选择青灯谷薄一生 各种云因只因为一个人 她就是杨过 郭香找了杨过一辈子 她最后找到杨过了吗 答案藏在玄铁剑里 那就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郭香找到了杨过 此时杨过和小龙女相伴相守 不可能对郭香有什么想法 但见到郭香对自己如此痴情 不过一切找寻自己许久 让她想起过往 当时也是这帮无望的等待小龙女 心中过意不去 便将玄铁剑赠送给她 郭香最后只能通过玄铁剑赌物赛人 值得庆幸的是 郭香终其一生 还是寻找到了答案 终于大策大悟决心放下 她选择了出家为宜 创立了恩外派 最终成为了一代总师 今天事情春秋就说到这里 喜欢武侠历史 欢迎关注与点赞